丽日与豹豪的对决开始了 豹豪尊称丽日为圆脸妹 劝丽日悬崖勒马回头施案 一会儿打起来 可不是喊两句好痛就能了事的 豹豪的近身战几乎无懈可击 而且越动越流汗 个性会变得越强大 丽日的唯一胜算就是快攻 尽快切入触碰到豹豪 让他浮在空中 这就是绿谷 要建议给丽日的战术 丽日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对战一开始 立刻降低重心 向豹豪奔去 豹豪直接挥起手臂 正面对立日使加爆破 啥时浓烟滚滚 立日甚至早已知晓豹豪的攻击方式 可是就算能预判到 也无法躲开 立日巧妙地用了一个 生动机器战术 利用浓烟作为掩护 丢出校服吸引豹豪 接着绕后冲过去 万万想不到 豹豪的反应如此之快 发现上当后 直接回事摔手 再次将立日击飞 立日根本无法贴近豹豪 但是立日根本没有打算放弃 不断地突击豹豪 又不断地被豹豪炸飞 一遍遍的爆炸 让观众们看不下去了 有人提出了质疑声音 抨击豹豪 再以折磨女生为乐 既然实力相差这么多 就赶快把他扔出泪坛 现场一片虚声 想自老师抢过麦克风 反驳了观众 如果真的认为 豹豪的行为再折磨对方 那就没有必要看下去了 赶快回家去看求知网站吧 豹豪是认同对方的实力 才会如此戒备 正是因为想要脱取冠军 所以才无法手下留情 丽日经历豹豪 一遍遍爆破洗礼 身上大伤没有一处 反而利用豹豪的攻击做掩护 做好了自己的反击蓝图 丽日用个性将豹豪炸飞的碎石 浮在空中 像一张网一样 罩在豹豪的头顶 接着丽日解除个性 碎石要雨点一样砸下来 如此密集的攻击 无论豹豪是回击还是躲避 都会出现空档 丽日在碎石群落下的同时 向豹豪狂奔而去 同时 手上做好了袭击的准备 可是丽日怎么也想不到 豹豪的力量实在太强悍了 只见豹豪 默默举起手臂 仅用了一炮 就将所有的碎石轰成了灰尘 爆炸的鱼波将丽日直接掀飞 用轰胶洞的话来说 双方根本不在一个等级 丽日缓缓站起身 这次轮到豹豪攻击了 丽日想起绿虎 如果是小九的话 一定不会放弃的 丽日转过身继续迎战 然而脚下一软 跌倒在地 因无法继续行动 被判为出局 豹豪进入下一回合 如此 第一回合的战斗 就全部都结束了 稍稍休息之后 马上进入第二回合战斗 豹豪回到选手区 被同学们集体吐槽 虽然是英雄 但是战斗的手段 和本人的表情 太像坏蛋了 绿谷在选手休息室 看到了丽日 丽日仅仅受了一些擦伤 并无大碍 丽日在绿谷面前 装住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表示自己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 绿谷离开后 丽日给父亲打了电话 哭得稀里哗啦 与此同时 场上突然来了一场 助性表演 达成平手的切倒和铁折 赌上第二回合参赛权 来了一次 男人VS男人的 掰手腕比赛 切倒更涉一筹 掰手腕 掰赢了铁折 可以进入第二回合 顺便说一下 铁折同学又禁手疲劳 使用更新太久就会变弱 所以不适合长时间作战 这样一来 第二回合所有的选手都确定了 对决开始 第一场便是重量级对决 有英雄科 最具回读的绿谷 对战天才 红胶洞 两人在整个英雄界 甚至在敌人界 都是备受关注的 这次体育季 双方也都是顶线成绩 可以说不分宣制 话不多说 绿谷vs红胶洞 对决开始 红胶洞脚下的寒兵 迅速逼近绿谷 绿谷以牺牲一根手指为代价 打出暴水风 击碎了英雄系列的冰墙 冲击波之强大 几乎将红胶洞整个人震飞 红胶洞再次使用冰洞技能 绿谷又牺牲了一根手指 如此下距根本不是办法 红胶洞可以一直攻击 而绿谷只有十根手指 也只能再使用八次攻击而已 绿谷自知 此非长久之际 开动脑筋 寻找可以利用的漏洞 他发现红胶洞的身后 有一堵冰墙 看来是为了防止自身 被冲击波轰出去 特意做的后盾 如此一来 自己的手指攻击是正确的 牺牲一条手臂 虽然能增强力量 但是红胶洞一定有办法应付 代价太大了 还剩下六次机会 必须在六次攻击内 找出红胶洞的漏洞 个性也是身体机能的一部分 一定有他的极限 红胶洞又连续两次 使用冰洞袭击 绿谷右手指全军覆没 红胶洞乘上冰道迅速切进 绿谷用左手指一炮轰碎了冰道 红胶洞从天而降 直接向绿谷头顶砸下来 绿谷扇夺 红胶洞落地后 冰洞迅速蔓延 抓住绿谷的脚踝 这个距离使用暴翠风太近了 但是没有办法了 绿谷握紧左拳 一拳砸下去 爆发出比刚刚更强大的威力 将擂台上的冰洞海洋打得粉碎 此时 红胶洞大招都没叫 绿谷已经半残了 不只是个性 判断力 应用力 细心地发现 红胶洞的右手臂在微微颤抖 就如刚刚所说 个性也是人体机能的一部分 必然有它的极限 红胶洞的右半边个性 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 但是因为其父亲的原因 红胶洞不肯使用左边的火焰个性 红胶洞再次使用大范围冰冻 准备直接将绿谷淘汰 绿谷使用右手已经注射的手指 再次打出破碎风 破了红胶洞的攻击 差点将红胶洞打出场外 只用一万力量你就想赢 红胶洞坚持不肯使用左半边力量 同时对绿谷的挑衅十分愤怒 他冲向绿谷 绿谷看准机会 竭力控制出拳的力量 一拳将红胶洞击飞 红胶洞与绿谷展开周旋 绿谷继续用受伤的手指攻击 战斗之惨烈 连裁判水泥四都看不下去了 当场联系了欧尔迈特 请示要不要阻止绿谷 现在绿谷所受的伤 就算是恢复女郎 也无法让他一次性痊愈 就算他赢了 也没办法参加下一战了 红胶洞继续用冰冻攻击 绿谷的手指已经没有办法弯曲了 竟然直接用脸部配合大拇指攻击 连最后的大拇指也报废了 为了第一 大家都在拼命地使用权力 而红胶洞只使用一半力量 就想拿到第一 借此否认父亲 这种做法在绿谷看来 完全就是胡闹 安德瓦最大的目标 就是超过欧尔迈特 但是他这辈子是难了 于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从红胶洞很小的时候 安德瓦对他就十分严厉 红胶洞的母亲 也只是安德瓦 用来个性改良的工具 母亲经常哭泣 并且因为红胶洞的左半边 看起来很丑 用开水烫伤了他的左脸 从此以后 红胶洞对父亲十分排斥 也很排斥使用火焰的个性 红胶洞的童年是不堪回首的 但是他也崇拜着英雄 从来没有放弃成为英雄的梦想 在绿谷的刺激下 在对母亲的回忆之中 红胶洞爆发左边个性火焰 安德瓦剑死十分感动 跑到关注西前大吼 自己的儿子终于接受自己了 就是这样 很好 红胶洞使出冰火两重天 绿谷将弯风奥集中在双脚 两人都使出最后的绝招 擂台边两大裁判见状不妙 立刻出手阻止 这样下去 这两小子都要报废了 绿谷和红胶洞的大招 积累对撞 强大的气浪席卷着观众席 这震撼的战斗 仿佛是在看职业英雄在干架一样 待一切平静下来后 众人在浓浓的烟雾当中 寻找两个孩子的身影 终于出现了 绿谷被气浪震出界外 出局 红胶洞进入第三战 比赛后 绿谷被送到保健室 伤势太过严重 必须要动手术 将骨头的碎片取出 恢复女郎责备了绿谷的做法 绿谷表示 看到红胶洞的背影如此悲伤 自己忍不住都管闲事起来 另一方面 这样的结果自己也很不甘心 同学们闯入保健室 看望绿谷 被恢复女郎赶了出去 恢复女郎警告绿谷 以后这样的创伤 自己拒绝治疗 这句话让绿谷对自己更加失望 欧尔迈特到学校做老师 原本是为了寻找继承人 那么多拥有了不起个性的同学们 肯定不乏 更适合做继承人的未来英雄 也许有其他人 比自己更适合这份力量 欧尔迈特告诉绿谷 自己以前也是无个性 在他那个年代 也是很稀少了 欧尔迈特的师父是有个性的 即使如此 他还是相信自己 并将One4传授给了自己 让自己成为英雄 另一边的赛场 长安与范田轻松紧急四强 绿谷返回赛场时 正赶上切岛对战爆豪 切岛的个性虽然很简单 但是应对爆豪的个性显得很强大 爆豪陷入了防守的状态 但是长时间维持坚硬的状态 让切岛露出破绽 爆豪贴连一套王子战法 将切岛淘汰出局 四强名单产生 分别是 红胶洞 长安 范田 爆豪 究竟谁能问鼎冠军呢 很快 四强的对决开始了 第一场有英雄世家 范田 VS同样是英雄世家的 红胶洞 红胶洞拥有大范围攻击的能力 范田知晓 自己无法像绿谷一样 正面对抗红胶洞的冰冻 于是 使用速战速决的战法 躲开红胶洞的冰冻后 迅速切近 利用脚步引擎 开大脚力 一脚将红胶洞踢倒 接着 拉着红胶洞向界外飞奔 红胶洞之前和范田搭档过 知道范田大招的可怕 于是 用冰冻封死了范田的引擎 反准将范田整个冰封 范田失去行动能力 背叛出局 红胶洞进入下一回合 范田因为崇拜哥哥 才选择英雄为自己的目标 可惜的是 范田的哥哥因为出任务 无法接通范田的电话 范田的胜利与失败 都不能与哥哥分享 第二回合 爆豪对战长安 爆豪的爆破产生的光线 刚好压制长安的黑影 爆豪进行连续攻击 让黑影没空补充黑暗 实力大大减弱 在爆豪一遍遍轰炸之下 长安疲惫不堪 自知敌不过爆豪 主动认输 接下来便是最终总决赛 爆豪vs红胶洞 决赛马车就要开始 范田准备坐下来仔细观摩 毕竟输给红胶洞 自己也非常不甘心 就在这时 范田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范田将自己戏败的消息 告诉给了母亲 没想到母亲带来了一个 更糟糕的消息 范田的哥哥英格尼姆 在追捕英雄杀手的过程中 被杀手袭击 重伤进入了医院中 生死微薄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再见